这亲事之间关系还得了 怪兽加上加上刺猬老师 看起来大战就要一触即发了 所以也有人说 这老师好像被当成服务业一样 过去尊师重道这个观念 现在都没有了 老师被变成了像服务业 而且还要以客为尊 那么有任何的不顺 就开始有客诉来了 所以现在被形容说是 消费者意识失控的父母 才是所谓这种怪兽父母 产生很多的问题 而没有专业标准的老师 包括他们来处理 这个家长的相关投诉事件的时候 没有一个认为的标准化程序 而且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 那么老师的评鉴等等 这些争议恶性循环之下 就变成了双方有点对立的状况 请问一下杨老师 被投诉的状况 老师现在应该遇到很多吧 你记住了 老师 遇到很多 自从台北市发明了1999之后 现在各县市也都仿效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居民不只是家长 就是他有任何的事情 通通通通过1999抱怨 1999他理论上来讲 本来是应该当协调者的 但现在变成说 基本上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 所以只要遇到这种问题 不管真的假的就请你写报告 都要写报告 通通要写报告 然后我们经常这样讲 如果你好好的写 大概写三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还敢顶嘴 或者其实你找不到证据 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做这样的事 那你可能就是变成 换来十几篇的报告 说个夸张一点好了 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个 是直接说校长上酒家 这个事情其实很好查 有或没有 校长就写我没有 不行 你要证明说 那个时间你在哪里 我们学法律都知道 哪里是我要政绩无罪的 应该是你来证明我有罪 你应该拍下来了 然后我再好好解释 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不是 其实应该这样讲 投诉者他也没有这样的期待 投诉者只是整理冤枉 因为他知道你要写报告 他也知道当学校开始愤怒 或老师开始愤怒 觉得说你诬告 我要争取我的权益 我要告你的时候 重点来了 1999是不提供 投诉者的任何基本资料 现在科匹虽然同意说 现在的投诉者都必须留下基本资料 但是他还是不提供给你 变成说你永远在名处 被他玩假的 我们现在不能讲那个 就是被他一直玩 所以原则上来讲 其实老师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沮丧 他真的所有的热情都被磨噬 觉得说我每天的工作 已经变成写报告 就是这个样子 刚刚理事长讲说 除了老师要写很多的报告 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 通常不是老师接到 都是学校的行政接到 然后再请比如说这位老师 到校长室坐坐 了解状况 其实学校的行政或校长 也不会没事 这边讲的30篇 可能包含学校的行政 对这位老师做什么调查或处理方式 我倒是觉得 如果真有家长投诉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发现问题去解决 那是正向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家长 他要跟学校的老师沟通的时候 他就直接跳 就越级就直接1995 我个人是 对 不太赞同 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 应该先跟老师沟通 面对面沟通 如果沟通不来 才请求学校的主任协助 校长协助 让校方自行去处理 真的真的不行 再朝1999 我觉得程序是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从上面压下来 任何人的感觉都是不太好的 而且这样对亲事之间关系 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循环跟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家长会怕 就我刚刚讲了 台湾的家长 大部分的一个观点还是说 我的小孩在对方手上 所以你知道当我每次去跟 学校老师沟通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说你好有种 你敢去讲 比如说那个题目太 就是比如说考试题目 比如说越过界了 或者是老师教学方法 有些状况 像我的话 我会写联络部跟老师约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谈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 大部分的老师的回应 都是善意的 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像我的小孩念公立学校 就是6年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孩子3年 其实9年以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 后来当然有碰过 真的不好沟通的老师 但毕竟他是少数 就是大部分老师 其实他都是 他都是看到问题 还是可以沟通的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家长还是怕 就怕说 万一我讲了什么事情 你会找我的小孩麻烦 所以很多家长就毕掉 直接就是 去找上面 去找校长 或是去找主任 或是 其实大家都忽略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 叫家长会长 就是用家长团体 先去做协调 可是当然就是 你越急之后 其实那个状况就会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的人来关切之后 老师可能还来不及反映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就收到了一些通知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觉得家长没有按照 就是尊重老师的方式去做沟通 比如说他就会觉得说 我随时打电话你就要回复我 否则你就是不尊重我 或者是说 老师可能有时候会去询问孩子 对家长一听 我跟你讲的事情 你就跟我小孩讲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那真的是双方的一个沟通问题 杨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写报告的时候 自己提不出证据就糟糕了 所以有一些老师会自我防卫 开始用各种方法来存下证据 我必须承认 我们现在也都是鼓励老师 对于特别的状况 要开始自我保护进行搜索 怎么做 你们都要老师怎么做 譬如说我举例 我再强调一次是特殊的状况 因为老师也没有能耐 去对每一个人受证 那太累了 举例譬如说联络簿 我们觉得联络簿 我们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联络簿在起征送之前 联络簿突然不见了 就是孩子突然搞丢了 其实后来又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相信 这些都是特别的状况 而且跑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有被篡改 所以我们甚至会建议老师 譬如说联络簿你平常那些东西 现在还好是那个像素发达 可以都用照相干嘛 不像以前照个像 还要花很多钱 然后影印的话 可能他没有证据能力 都会有这些问题 譬如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说 班级教学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 不要特定人 就是整个班级在教学的时候 一个空拍的这样的一个录影 你就可以大家了解很多状况 我们也遇过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有些老师会做over 譬如说 他就特别去拍某些人 然后拿去给家长说 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Maybe他的孩子 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这就是一种挑衅 像刚才阿姨讲的一样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而且变成直接的冲突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譬如说 我们以前最早期 老师是怕被录影的 不是说他自己专不专业 是没有人习惯面对摄影机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发现有被告的 是刚好颠倒过来 是因为老师要录影 家长告 说你这样妨碍我孩子的隐私 笑笑 所以这种一触即发的关系 Maybe我们也真的希望说 能够有一些共同的专业标准 来证明说 老师的某些举措是OK的 坏就坏在 譬如说前一阵子 非常倡议的教师评鉴为例 我们非常反对的原因很简单 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问了主管机关 如果老师做了教师评鉴之后 不是很多人认证说 那杨毅峰是个还OK的老师吗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被乱投诉的时候 可不可以免责 我的意思 我真的没发生 教育部说不行 这是两回事 简单讲 你就是花了一大堆时间 不用好好教书 去准备这些资料 好不容易准备完了 你被认证是一个OK的老师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还得面对这么多 你还是每天得做 不断被指责的服务人员 事实上老师还要花很多时间 去排解情绪 而且这是真的会排挤掉 所有其他教学的时间 而且比较严重的 对家长来讲 这样亲事之间 没有互信的话 其实对孩子也是很大的伤害 是的 而且甚至会影响到孩子 因为孩子在学校的时候 他多少会了解自己的家长 跟老师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产生 在学校的互动 就会感觉非常奇怪 还有如果在LINE群组里面 不小心被某个家长知道 现在某某某跟老师闹得不好 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担心什么 说老师那这样子 你是不是花太多时间 在那个孩子身上 你都没有时间 照顾我们其他的孩子 所以又引发了另外一波潜在的危机 更多的家长严正以待 开始搜集证据 来观察老师是不是太偏心 或者是他耗掉了太多教学的时间了 我们也来看 过去的老师是很受尊重的 但是现在在亲子天下 2014年的调查 三成六的老师觉得自己 不被尊重 而且好像变成服务业一样 24小时得要服务之外 还常常会被客诉 而这对老师来讲 就希望说背后的校长 是不是可以来挺他了 但是校长圈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说校长有三权 赤手空权 有则无权 委屈求权 听起来校长好像是 没有办法来仲裁 或做任何的事情是这样吗 我这样讲好了 我校长好朋友非常多 但是他每次讲到这个 我就说真的是胡说八道 我经常常讲 政府民国38年 拨迁来台到现在 校长的状态始终一致 从来没有校长说 我要你这个老师走 你就可以走 因为教育是一个中立的行业 本来就不可以任用私人 实际上来讲是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校长领选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大家还是拼了命的去考 从来不缺 然后他说 但是我真的这个职业 真的没人要干 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校长 确实有一些东西 就是他跟老师 是遇到一样的困扰 简单讲叫做 因为民主以后 当家长投诉老师的时候 像刚才瑞惠讲的一样 他其实同时也在针对 学校的校长 跟主任之类的人 所以他们遇到的压力 是一样大的 第一点 第二点我也同意他们甚至比老师 承受更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老师对校长也会有误解 那这件事你怎么处理的 你为什么害我变成这个样子 那可能校长本来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觉得校长 他真的也变成一个最大的 他也遇到很大的压力 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排解 简单讲就是 如果要为教育界的人 在这十年来选一个字 那就是悶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校长是双手一弹 说他是有责无权 是如此吗 绝对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机制 校长确实不能 立刻叫一个老师走路 这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机制 都是由校长发动的 譬如说原则上来讲 我开始对这个老师 启动调查 我开始把他送到教评会 我开始到教评会以后 校长是当然主席 这是法律规定的 其实他有没有左右 教评会决议的能力 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甚至教师组织 其实哪个老师不识认 说实在的不是家长最清楚 也不是校长最清楚 也不是校长最清楚 老师最清楚 同才最清楚 我们自己都不愿意 把小孩给谁教的时候 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但是我们很负责的 都会把这样的老师 也拿出来检举 希望学校能够处理这样的老师 这样对我们的形象 也是一个提升 但是我们往往发现的情况是 校长不愿意处理 这个是我们有点控诉 甚至是校长愿意处理 主管机关不愿意处理 他可以找民意代表来后干嘛 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一直主张说 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公正的机构 让专业人员能够过半 然后说了就算 你不要再来跟我 关说东关说西 越少人负责的 其实就越难处理 越多很多人力影响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校长他是有实权的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 自己肩上也背负了压力 就变成所谓的鸵鸟校长躲起来了 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亲师关系 最好是像合作关系一样 像安逸你觉得怎么样的沟通方式 最好然后最有效果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就第一个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说 如果我觉得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谈 我通常是会先写在联络簿上 或者LINE 如果是LINE群 就是单独LINE给老师 可能我有一个主旨的议题是什么 我可能需要多少时间 比如说可能要跟老师谈个四五分钟 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比较方便 就是写在联络簿上 我觉得你先尊重对方 然后大概告诉对方你要谈什么 让对方有个准备这样子 我觉得通常来说 老师的反应都是正面 都会说我几点到几点可以 你可以打给我 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 家长有时候要站在一个 比较超然的立场 因为像我的孩子也会发生问题 老师也会跟我抱怨说 小孩最近的什么状况怎么样 通常来讲就是 我觉得家长不用有一种防卫性 是觉得说 你一跟我讲我就很丢脸 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犯了错 是我没有教好他之类 好像老师是指责我 是不用 因为我觉得老师跟我们 是站在同一个立场 要把孩子教好 所以通常如果是 通常我的状态是 老师如果反应给我 孩子有什么状况 我第一个我会先相信老师 当然你回来问孩子 孩子有时候讲话 是跟老师相反的 这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会先相信老师 然后但是我会站在 就是小孩立场再去跟他谈 有的时候如果孩子提了些 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我再去跟老师谈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来一往 就是家长你要 不要被孩子蒙蔽 某些时刻是需要这样 对 再来当然我觉得 老师也要放宽一些心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 很多老师真的很容易 就是说一下子就感觉很防卫 对 就是他觉得说 你好像就在指责我 挑错 我觉得我教得不好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就某些时刻 我们跟老师沟通 有时候只是因为 孩子真的有一些 特殊的学习状况 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协助他 有时候老师真的就是 会让我们觉得他好难沟通 对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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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